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透露 吸引多年的刘文正一再美国去世 此因是心肌梗塞 她并发时只有一个人在家 身边没人陪伴 几届第二天发现她时已回天罚术 刘文正是七八十年代的天王巨星 与费祥奔丽金 凤飞飞等人齐鸣 她还开过唱片公司 捧红了飞鹰三叔 求海震 方文龄 一门镜 二号传开后 不少劝众艺人都难过不已 当时一冷静正在出席活动 被记者告知恩师已经离开人世后 她表现非常激动 忍不住崩溃大哭 不过一年 深圳刘文正新加坡好友的人突然发声 说刘文正压根还没死 但她本人不想再被打扰 所以不会出来澄清 之后记者再度联系夏宇顺 并转述了新加坡好友的话 夏宇顺一再强调刘文正死讯签真完确 并怒持好友趁热度睡晓昏昏 夏宇顺还表示 刘文正死讯是真依然消灵告诉自己的 她当时吓了一跳 立马打电话联系刘文正亲姐姐 亲姐姐说刘文正真的死了 她才愿意相信 同一时间跟刘文正合作过很多次的知名作家 崩溃也接受了采访 她说早在两天前 她就听到刘文正已经去世的消息 她对此感到遗憾和难过 至于刘文正因什么 并去世她也不知道 由于夏宇顺与崩溃都是社会名人 而新加坡好友又拿不出证据 证明刘文正没死 因此外界 没把新加坡好友的爆料当作一回事 大家都相信刘文正已经离开了 谁也没想到夏宇顺会在第二天改口 彻底推翻自己前一天说的话 夏宇顺在16号受访时表示 刘文正得知死讯敞开后 主动打电话联系她 她也傻眼了 她说刘文正确实发生过心肌梗塞 但幸运被救回来了 经纪人还透露 编造死讯是为了避免被打扰 她称最近大陆有人要出资20亿 邀请刘文正开行徽演唱会 但是刘文正不愿意 就制作了死讯 这理由着实无语 直接激怒了网友 放到现在的市场 顶级一人薪酬财一亿 一个退圈的70岁老人要20亿 真敢说刘文正在1991年宣布退圈后 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 大半个娱乐圈 能够连续到她的人少之又少 连徒弟乌起先也说 只有经纪人夏玉顺能够跟她联系 试问一个几十年没露面的人 在网络社群被遗忘的老人 说突然有人花天价请她付出 你信吗 于是就有网友录制经纪人编造太离谱 竟然拿生死出来开玩笑 编造了这么一个故事 不想付出没有人逼着付出 用假死回避付出是大混招 一点也不给自己积德 复盘经纪人两日言行 可以说一切皆有经纪人炮制 故事起点是 台北称刘文正经纪人确认死讯 其他媒体哀悼 黄友文封悼念 接着刘文正亲友辟谣死讯 经纪人受访赤马陈青青有失效 混混人真的死了 隔日经纪人又跳出来辟谣 发布死讯是为了拒绝商业 另外 联文正的二姨也拼扬了联文正假死 畏惧二世一开演唱会的说法 二姨表示 联文正已多年未跟经纪人有过联系 面对多年来 有人一直试图让他付出的想法 坚决抵制 绝对不会现身做任何说明 间接说明经纪人编造故事造谣 绕了一圈结果告诉大家都是编的 实在太恶心人 这时玩的有点大 如果真不想付出那直接拒绝好了 何必来这么一出炒作呢 不知道这是刘文仲的意思 还是其经纪人的意思 这不得不让人质疑 这一波炒作是为付出造势 联文正是中国歌坛的传奇 七十年代的巨星 自己火唱火了歌唱业 开公司捧红了很多明星 邱海正方文灵 一能进都是他的徒弟 当然刘文正也有很多代表作品 外婆的澎湖湾 乡间的小鹿兰花草 六月里的小雨都是他的经典之作 虽然三十年过去 但至今仍有极高的传唱度 他的一张二十年前的宣传海报 比全场最高一万五千元人民币成交 足见他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 不过相比事业 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还是他的感情生活 刘文正言之帅气 身材修长 加上那迷人的大桃花眼 让他一度成为国民男神 可惜的是 即便是张爱佳这样的女神倒追 刘文正仍然不为所动 感情生活可以说是清流中的清流 唯一被网友热议的是他和费祥的关系 早年间 刘文正曾和费祥传出绯闻 作为圈内大咖 刘文正不仅为费祥提供人脉 还提供歌曲资源 他是费祥成功的贵人 两人的关系确实十分的亲密无间 外界一直认为费祥起向不同 尽管他呀都没有承认过传闻 但两人至今谁都没有结婚 实在太过不同寻常 更关键的是 某平台有关费祥的资料 家庭成员中竟然赫然写着连文正 这让两人是否真的是情侣关系 显得更加的扑朔迷笔 其实连文正退圈后 一直都处于神隐状态 十分的神秘 一句美国后他和圈内人都断了联系 连徒弟吴起贤最后一次见他 都是1992年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 某文正似乎已经看破红尘 在美国也是自己独居 偶尔和朋友出去 若是有华人认出他也会立马离开 生怕被人打扰 有歌迷粉丝曾对他表达思念 出价3000万希望他能付出开场 但某文正却不为所动直接拒绝 某文正曾说过 只有在观众还没有抛弃你以前 你先放弃观众 才有可能成为永远的巨星 而现实中 他也的确做到了 转身离开时不带走一片银菜 据某文正在美国的邻居透露 疫情前还和某文正有过联络 平时他一直非常低调 只要一辈人认出 或者有人喊出他的名字 他就会立刻避开 早些年购买 曾花几百万台币 买到了某文正在美国的住址 冲到现场准备拍照 才发现铺了个空 原来被某文正收到了分身 立马把房子转手卖了 某文正的友人还透露 他平时手机也不开机 所有人找他都要留言等回布 就连张爱佳甜妞 吴启玄这些多年的故交 他都逼而不见 因为他觉得既然已经退休了 不希望再被打扰 只想过自在的生活 据他没报道 多年前 某文正曾骄骄回台湾探望母亲 被故人偶遇 他才好不容易透露了一些近况 趁这些年将精力全部 投注在房地产的经营上 我把房子当一人看 用心投资 再用心推销出去 当时他穿新装配乐裤 戴着帽子 还几时针戴帽子是不想被人认出 后来 某文正将妈妈从台北接到美国洞山基 并特意提前买了三栋连在一起的别墅 一栋妈妈住 一栋姐姐住 一栋她自己住 彼此方便照顾 此后他就再也没有回过台湾 飞音唱片的其中一位老板欧伟一透露 公司每年的审计报告都需要刘文正本人的签名 秘书会把报告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刘文正 最近一次的报告是在2022年9月发送的 也收到了刘文正的回复 因此 这次突然获知刘文正的死讯时 欧伟一也十分差异 果然事实证明 虽然是一场刘文正和经纪人精心策划的死盾 早在刘文正引退前 就有不少传闻称 他在美国有二十几套房产 一时无忧 所以他才闷身退役 其实刘文正曾多次在采访中透露过 他跟着惊人赞美投资了二十二套房产 为了缓清贷款 那时候他借了大量的商业 几乎全年无休 每个春节都是在演出中度过的 好不容易结清后 他又卖掉了美国的房产 转投东南亚的地产 退圈后更是全身心投入逢地产行业 外界只知道他的产业遍布美国东南亚 却无法知 到如今的具体数量 刘文正二十九岁就退出娱乐圈 去往国外生活 从那时起他就不怎么和圈里人联系了 联系的最多的便是前经纪人夏玉顺 虽然他已经七十岁了 但一直无儿无女 唯一的一段绯闻还是和男星飞翔 所以当听到他去世了消息 很多人都在问他的秩序家产怎么办 现如今看来完全不用担心怎么办了 因为他还好好地活着 只是希望下次 他可以用一个好一点的理由来躲避他人 因为这样的理由实在是有些不吉利了 刘文正此经沉浸后 尴尬的就是听闻死讯 表态的那些圈内人 首当其冲的就是琼瑶 琼瑶被问及恶好后表示遗憾 收到刘文正还活着的消息 又透过有人开心直呼 我当时是听圈内人说的 还活着真的很开心 尊身媒体人敌 致为之前的哀悼发文致歉 表示对已经经过查证 且非事实 本人就跟着哀悼感到很挫恶 再次看到讯息而悲伤的朋友 至上十二万分歉意 真的抱歉 整件事里 聪明的就属刘文正的土地们了 他们虽然第一时间表态 但是情绪把控事当 并质疑消息的真实性都留有余地 得知真相后 一能静上岸媒体采访截图 表示态度始终一致 发文不是大家都说的 就是真的回应整件事 从一能静及琼瑶本人的反应来看 经纪人这一首消息骗了不少人 联魂阵退圈隐匿消失的很彻底 经纪人这一出 极度的消耗了大家的善良 同时 也说明媒体发布信息没有得到实证 偏惊偏惊惊了惊 寄人一人之口 生死是大事 无论第一时间发布还是看到的 在没有证据前都很难确认消息真假 因此误导了很多人 最后希望经纪人夏宇顺谨言慎行 不要消费善意 就像网友说的 炒作这么一出 外光的只是赠深口碑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这期节目不见不散 还没关系 这期节目不见不散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